女法局早前向女客提供100元餐飲消費券 計劃而擴展派發給香港市民 市民何於晚上6時後 在優質旅遊服務計劃下的餐廳使用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王傑龍 在星期五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聖誕是餐飲業的重要檔期 他形容派發餐飲券就好像打麻了一樣 認為本港現時經濟及消費力疲弱 才是最主要的問題 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協助一下 因為宏觀經濟未改善之前 我自己的形容就是 好像打麻將的牌子不漂亮 在這裏要甩下它 每一隻都甩下它 你不會甩下甩下它就會漂亮 但是等一等下運氣好它就會漂亮